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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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什么豪宅 开玩笑 看来这两个人对小三小四都不怎么样 像两百多尺 我跟你讲家辉 为什么我说是豪宅 咱们这个宋委员 咱这个员员不要以为是全国政协 是深圳福田区政协委员一样 不管什么级别就是这个 就是级别很高 就是说所以他关心深圳的房情房市 对吧 为什么算豪宅 你那二十多平米了 现在深圳最新的新闻 叫什么 六平米的 六平米的房子面试了 而且一下子卖掉 是吧 全部卖光 八十八万 对吧 哎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哎 人们说听过东京的鸽子龙 听过香港的鸽子龙 现在中国绝版 深圳绝版 空前绝后 六平米精装几小户驾到 我给你介绍一下 你看啊 他怎么的六平米 据说还是学区房哎 八十八万 一口价 你看你往下看的这个图片 哎 这是一个这个六平米 你瞧 有这个厨位 当然这个厨位 床挂在墙上 这厨位精神还是送 但是全有哎 还都有 你再往下看 这个床 你看 床不用的时候 啪 就翻上去 六平米 哎 你当然了 这个最新的新闻 中国现在我发现 为什么你要低调啊 你一高调啊 国家就开始搞你了 那你看 现在最新的新闻是 这个深圳的六平米公寓 这个深圳监管部门通报 调查结果 就是说市场上流传的 这十一套六平米左右 互行公寓 当天授庆的消息不符 实际上目前授出了四套 然后多地多家房地产中介机构 涉嫌违法违规经营 就这个意思啊 这玩意是违法违规 然后呢 他们已经主动承认错误了 然后严肃查处 然后呢 当事公司已经主动暂停销售行为 并且承诺跟几位购房者解除买卖协议 他主要是实际上不止六平米 我看了那个报道 他的实际上大概有十几个平米 就实际上你侵犯了人家的公摊面积 他实际上有十几个平米 但是他这样说了六平米呢 每平方米的价钱就变得非常高 他等于就炒高了这个这个单位面积的价钱 另外也吸引人眼球吧 六平米 你刚才看那个价值 那是那是绝对不止六平米 那没有说回我那小房子 还是 说回我那小事 我那个豪产 因为我觉得很好 我以前是有偏见 以前坦白讲 我不喜欢租给内地租客 因为听说 人家委员级别的 你都 听说一般卫生情况不好 可是我这几年 每一年度都租给他们 第一个怎么好了 一缴 缴了一整年的房租 二话不说 而且不讲价 而且 一年都付掉 对 而且不用来香港看房子的 他是内地学生嘛 而且是他们妈妈打电话办的 现在在九零后 连来香港留学住个房子 是妈妈打来 通过我微信 谈了一下 完全不用减租 马上一年 第二天打仗进来 这样解决 然后 也那个 完全不用麻烦你 我以前租给香港租客 每几天都打给房东 那个灯有点坏了 你要人来修 然后过一个礼拜 又说空调有点坏 怎么样 然后 搬进来以后 我几个月了 完全没有见过 当然有懊恼的部分 因为是年轻女生嘛 我希望她欠租本来 我可以整天上门收听 就没有这个借口啊 没有 你要一年缴了 也不麻烦你 怪不得宋伟元租不到 他要看男女的 没错 没错 所以她是典型的皇室人嘛 对吧 日本有电影叫 静世培育 就是这样 没有 我是好房东啊 房东大叔 所以她缴了一年的房租 我本来希望 每两天上去问她 灯要需要调一下吗 空调了 可是没有办法 后来都是老婆处理 反正 哎呀 我们的宋公子 以后有这种 小三小四 小五小六 要房子就说嘛 人真是有缘分的 我跟你说 有的时候啊 不到你 这怎么会碰得到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啊 这个这个抓嘛 生活很戏剧性 有的时候啊 真的是你帮谁租一个房子 光机就碰见了 那个最不该的那个人 这房东 哎呀 大家不要多说了啊 我我我 我就说这个房子的事情 确实现在啊 是个话题 你知道人民日报 有个侠客岛吧 后来跟我们搭上点馅 这个侠客岛 文章很好的 哎挺有挺有意思 我本来说我请他们上 千千三人行 哎 他们但是你看人民日报的 他就是 他就是慎重 你知道吗 他们好像也有点想来 但是呢 已经来观摩了我们两次了 所以你要知道 他毕竟是人民日报 他决定来不来做你这节目呢 他们好像有点想 但是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来看看 已经看两回了 看两回不来了 好 哎 我就说这个党报 发表这么一篇激愤的文章 就是说 人家外界的报道 就是来源人民日报 海外版嘛 党报 自从这个国家 有商品房以来 价格从未滑落 对 而且这篇文章啊 我觉得写的这种愤激之情啊 不像人民日报 像愤青日报啊 就是 你怎么 就是说 你想投一句 我认为有鲁迅的神采 真的 徐老师 就国庆快乐 我看过他们的文章 这是一个可以放肆的节日 除了房价泡沫 这是第一句话啊 然后呢 就是 然后呢 这个 我跟你说 这句尤其像 像模仿鲁迅的 人们看上去 希望用一个长长的假期 让泡沫变得不那么肆无忌惮 此前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决定 也听过很多漂亮话 所以此举并不让人意外 它指的是各个城市的限购 在国庆假期期间 所以此举并不让人意外 民意毕竟是沸腾的 然后呢 就是 他就说 这个 这个 就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啊 买房子 所有预言房价将崩的人 今天已经从二环一步六环 但是 所有那个预测房价必涨的人啊 甚至还要涨到八十万一平的权贵代言人 如今已经接过良心的红旗 每一句都深藏公与名 这家伙 然后你看聊聊聊吧 从房价 我发现呢 一直聊到了他的这个私院 他就讲房地产的这个泡沫啊 这个 然后呢 一直聊到了这个这个什么呢 聊到了这个我们的资本市场 所需要的只是扒光所有人 而不是让全社会共融 那人们为何还要把钱袋 这块最后的遮羞布 再一次的献出去呢 然后你看 开始聊到自己了 即便早有心理准备还是倍感惊诧 9月28号那天微信处理了公众号刷量工具 结果人们发现原来那些好多那个微信公众号说多少什么什么的点击 而不是自己口碑独特 而是运营者一直在刷量啊 然后呢 开始说自个儿了 说我们过去不到三年间 侠客岛核心团队光是标题就起了一万有余 才有了读者诸军看到的千余文章 至于写作的过程 更是心血和学识的艰难魔力 但我们一字一句累积出的 他们用一个工具就能实现 转身告诉那些同样虚伪的投资人 这是阵打下的江山 然后人是迷恋数字的动物 似乎只有数量累计才能再来足够的安全感 如今文字是否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侠客岛当然是直抵人心了 但是侠客岛很失落 他说原来要靠阅读术来决定 就是两相对比 这个现在吸引读者只需要刷单工具 甚至连走街吆喝都不需要了 以我观之 此事还有比房价让人绝望之处 这是年轻一代吹起的泡沫 这代人要成为中流砥柱了 但是他们却发现 欺骗和造假带来的成功如此轻快 即使天要塌也有接盘侠 我没看到泡沫破灭 给谁带来了真正的打击 不出寻日 他们必将归来 我读的这篇文章 我认识到 人民日报从此也成了弱势群体 上榜群众了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塞人行广告之后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社会地位 力量 政治 影响各方面要远远超过另外一半 所以香港一次就维持高 你眼看这十几年 二十年来 中国就一直在抱怨房价升 但是目前对房价抱怨这个房价升的力量 远远不如以前 就是前十几年前 如果说一个地方房价升 一个地方什么什么 就会导致群体事件啊 什么什么 这各地的这个措施啊 这怎么来说吧 这样来说 那个时候是抱怨的人多 得意的人少 十几年前 现在啊 悄悄的有点 一半一半了 就是说你看现在的房价升 北京上海这样升啊 刚需的人是抱怨的 没得讲的 农民工是抱怨的 对不对 想换房的人是抱怨的 但是买到房子的人 也许嘴里抱怨 可是心里你这个房子在升啊 他们的抱怨是另外一种方式 长了有啥用啊 我反正只有一套 我也不能把它卖了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但是人家说 你这套房子是两百万 跟你这套房子是一千万 你能说是一样的吗 天理良心 你可以把它卖掉 你到武汉去 你到另外一个城市去 你不就变得非常富有了吗 所以这种抱怨的力度啊 跟刚需 跟刚才侠客岛的抱怨 是不同的 所以像家辉这样的这个业主 他就不抱怨了 他就高兴了 当然要抱怨 你看他也抱怨 你抱怨什么呀 因为在香港 这种情况很特殊啊 流价这么高 而香港薪水 其实贫富全数很厉害的 一般平均家庭收入 其实不高的 可是看起来 整个社会经济还可以 为什么 其中一个这是炒作 所谓炒作 不一定是赚几千万 可是买个房子又卖掉 我看到好多中产朋友啊 今年搬这里 明年又搬另外一个地方 对房子没感情了 因为买卖嘛 他赚掉差价 他赚到了钱 可能改善生活水平 可能降低 然后手上拥有更多的现金 继续炒 这个我们香港叫活水 有活水可以 大家才愿意去消费 才敢消费 可是当打压楼房的时候呢 那香港很多中产呢 你没活水可以炒了 股票不能炒 楼房不能炒 你靠一个薪水 可是那个生活消费水平那么高 所以大家都不敢花钱 整个香港经济停下来就是这个理由 可是刚刚说到楼房怎么涨了 总有人抱怨了 台湾最近就上街游行了 特别高雄什么 为什么 因为台湾改革房产税追加 其中一个是什么 路段率 什么意思呢 你那一区 假如它化为豪宅区呢 你每年缴个房屋税呢 可能可是不一定 有时候是不一定 甚至生了 对我来说也真的是一个房子 好多人是这样子 所以那个楼房 可是种种的起起落落 到最后每个人都会告诉你了 还是买砖头吧 在香港 大家都相信的智慧 买砖头 砖头 中业作为经济资助的情况 在全世界来讲 并不是最典型的 它是某种特例 香港是因为地方小 因为很多土地买卖政策 然后现在内地的整个这个房产业 跟GDP的关系 是受了香港的影响 用了香港的方法 这以前朱镕基 终于早就警告过 香港的明天是 香港的今天是深圳的明天 他当时从负面的角度来讲的 即便是这样 香港跟内地的情况 还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香港买了房子以后 他除了房子增值以外 他能够出租 香港的房子 租户的需求非常大 所以这个房子租金收入很高 即便房价一段时间不升 你投资进去 你也不亏 而内地的房子 租物的市场是很低的 就相比香港来说 你同样价值 比方说大家是一千万的房子 你在香港一千万的房子 一个月能租出两三万 在内地一千万的房子 可能就只能租到一万多 换句话说 内地的房产的投资 更全面的依靠 他本身的增值 就是如果不增值 因为内地的 其实银行已经比香港要好很多 你随便买一个什么基金 这个年都有4% 5% 这么好 对啊 但是大家还是不相信 他这个5% 还宁可去买房子 你看那个整个体育馆 就是说明内地老百姓 就是过去20年 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人民日报说 所以他们这个20年的实践增长 那对很多人就是一生一世 他的增长就觉得 我什么都不干 我就把钱放在这里面是最好的 而且我告诉你啊 作为一个过来人啊 有了一些年纪了 我还是以前不买房子了 接几年才买 而且是我逼有老婆去买的 我从零开始去买房子了 我老婆看看看 好多房子都回来说 不能买啊 好小好贵 我就把他骂一顿 我从来没骂过老婆 只有那么一次 我说你不要想 你闭上眼睛就买 你也想要那个不是给你住的 因为你想哎呀 我花那么多钱 买那么难看 小的房子不行 我心疼买不下去 我说更惨 你闭上眼睛买 那不是给你住的 租出去回报率 大概百分之四嘛 利率 我说以后这些潜生局了 是另外买一个 真的能够住的房子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啊 我们去租房子 所受到的委屈啊 是很难堪的 家里一大堆租 又猫又狗 又老又小 又又小 每两年呢 房租来跟你讲 对不起 搬家是一件极痛苦的事 没错 那很委屈 非常委屈 我是这个租房子 太有体会了 我在香港住了20年 头些年不都是在租房子吗 那个里边 我跟你说 我不知道外国人怎么说的 像他们有些人讲 什么什么适合远方啊 有钱不要买房子 为什么不出去旅行 我觉得胡扯听一听就行了 你做我做我自己 我到香港 我觉得这个 首先的这个租金呢 也在涨 对 你像我们公司的同事 就假如在北京 就眼瞅着 今年住二环 明年住五环了 你就就房东 就把你往外赶了 我那个时候住的 一对老夫妻 那个房子 对 你还看到他的像 没有 老夫妻就只说 我们得留一间 锁着 你不能进 但是可以给你便宜 我们凤凰这么点工资 对吧 就是说可以给你便宜 但是呢 你得允许 我们把东西放在这 然后呢 就最重要的就是说 电视机上方 这老两口得70多了 他们的妈妈的老太婆的 这个遗像 下面可挂着两个 那个黑的那个黑纱 就放在中堂 说你不能 你不能摘下来 所以我每天看见电视 我就这样 租房子的这种心酸 你们没有我体会是 枪枪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我看到一些这个控诉的这个文章啊 现在就说中国的这个就是现在各省市都在出台吗 什么什么限购限购 甚至他们觉得时机很诡异 什么国庆节 然后半夜期间 然后仍然那么多人 北上广深 这个房价不会跌 说什么原因呢 现在很多人怀念朱镕基总理 说朱镕基总理那个时候就能够让这个房价保持相对稳定 而且朱镕基总理当年警告的事情就是印票子 实际上房价涨了十多倍 是这么多年印票子 多了十多倍 然后中国的这个农村城镇化 所以这些所有的这些原因 而且呢 北上广深 这个大城市生活太方便了 你说这个这个诱惑力啊 年轻人为什么不在北上广深呢 他们就列多少家医院 这个交通路网 资讯 朋友圈 各方各面 太多 你别听那些人说什么二三线城市 小桥流水人家 我就写 我现在觉得很多东西心灵鸡汤 真的是胡扯 听听就行了 就是谁都不是傻子 所以就是北上广深的房价 就是就是像党报说的一样啊 没有滑落过 但是呢 也有些人控诉了 说过去说离婚 就当笑话讲 可是你现在你得想想 人人家夫妻冒着那么大的风险 就离婚了 是傻子啊 你把人逼到什么程度 然后就是说 70年土地使用费什么交了吧 你还交房产税 你就是两重盘剥 两重盘剥 那所以 这些我看了 我控诉 待会我也听不太懂 不过我刚才讲 那个现在房子等于是钱了 另外还有一个比喻 就现在这个房价是要 从去年开始啊 中国这个增长率啊 是过去30年最低 有一个很大的危机感 就是这个7啊 往下会降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要是记得去年下半年啊 人民币汇率啊 只往下走 天天巴巴巴往下走 其实承受一个巨大的一个经济下行的一个危机 更不要说全世界很多人畅衰 说中国这个经济奇迹马上就要引着陆了 要完蛋了 要崩溃了 什么什么 一旦崩溃这个政治上又不堪想象 在这个时候 中国什么行业都不好 制造业不好 出口业不好 服务业不好 唯独房价上升 不管主观愿望怎么样 客观上起了一个支撑的作用 使得中国经济目前看上去 依然是全世界 你还不要说 但是我为什么说要呢 因为常识我们都知道 要吃下去是现在管用 其他方面会有问题的 统计数字说 中国现在房产总值跟GDP的比例 是百分之四百多 全世界平均是两百多 那就会怎么样呢 这通俗的讲就是说 中国全中国房子自己的价钱 就是高估的比那个跟GDP的比例 比世界上一般要高出一倍 这就是危机啊 中国叫危机 这是危机 危机会不会爆 其实有一个重点在于说 看二三线城市的继续发展 因为这是中国的特点嘛 地方大 你假如就那几个城市 这样比例的很容易爆 危机 可是假如你那个二三线 这样流防经济一级往推 好像一个年以这样推出去 可能爆的时候 我们已经不在了 我们已经死掉了 对很多人就是这么期望 这就是绝后的路子 这就是一个期望 这就是 你知道现在就说 这个公司到年底了 要业绩 卖两套房子 其实公司的实业完全不是亏损的 卖两套房子 业绩就上去了 账面上漂亮了 你说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引擎 咱就这么玩下去 我现在回想起来 当初人家买房子 叫你买房子 等于是什么 等于一个人追着你后面 把钱往你口袋里塞 对不对 而且塞的人还是房地产商 他们不聪明吗 他们也很聪明 但曾几何时 他真的往你里面塞 但是问题是 现在你还买的时候 到底是他在往你塞钱呢 还是你在往他身上塞钱 要是像这党报说的一样 就说从未滑落过 那么会不会有一天 香港有没有跌的时候呢 东京的楼房 东京高低下来吧 掉了20年了 没有起来过 没有起来过 我给你讲一个 我实际碰到的例子 他们说中国不会的 说中国现在这个农村成政化 还远远没有完成 大批人口 90年代初 我到了东京 东京大学有个教授 请我到他家里吃饭 他的太太的家里有一块地 很大 他们在里面造了一个房子 大概相当于我们港币的几百万的房子 但是他这块地当时的价钱 就大概只两亿港币 就是当时这么个情况 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一个教师 我当时听他那个说法 我就说 我心里在想 干不把他卖了 你就啥都不用做了 他还是很刻苦的 坐地铁上班 过了20年 重新碰到了 他已经老了很多了 还是坐地铁 他这个地 现在只有两千万了 十分之一的价钱 他没有关系 他还是照样工作 这日本人 这也很professional 他还是管他教科 小孩子很惨 本来继承两一 但是活端端的两亿的东西 现在变成两千 所以我现在要去伦敦啊 后天买房子 这英镑不断掉嘛 那赶快把港币人民币转过去 那租给那个宋委员的房子呢 是 租给他 他的地铁